還有這個直接是米醬 因為米醬的話你就是要 我們這個是味噌 味噌就是米醬 風味不一樣 米醬和米醬不一樣 我們現在就是米醬煮 米醬 目前的話 我們今天製作的那個 就差不多十斤的那個 切好的 做努力好的 十斤 那我們那個味噌的話 差不多要有兩斤 那才過味噌 看客人啊 因為你如果說 覺得說太鹹了 你們可能味噌可以炒光一點 那那個 水的話 差不多要四公升左右 四五公升左右 不要太多 太多的話 味道就 就覺得什麼 他也會覺得說 你都感覺這樣 好 為什麼我們用味噌呢 那個 那個米醬下去 看起來整個都 那個 外觀 覺得 不少表情 所以說要用米醬 那 差不多兩斤的米醬 他都 一斤左右的湯 半斤左右的米醬 就是四公升 那下去差不多 煮 我們什麼事先處理好 切 切壞之後 再下去煮 煮差不多煮半個鐘 給它 斷掉火 再來就是 給它入味 再加熱一下 加熱之後 它就是已經入味 所以說 你們沒感覺 覺得就已經入味 因為不能連續 一直煮 一直煮的話 那個口感也 不會很好 會 合格 孫子就感覺這樣不像 所以說大概是 煮 十個分鐘之後 給它關掉一下 給它入味 再加熱一下 這樣應該就可以了 那如果說 涼拌筍的話 我們是 下去煮 煮到 涼水下去煮 煮到那裡有玉米的香味出來 你煮 不管是用蒸的 或者是煮的 你就是有那個 玉米的香味出來 那就 差不多就可以了 就把火關掉 關掉之後 給它涼了之後 你就放到冰箱裡面 帶殼 不是剝好 帶殼下去 煮到才會有玉米的味道出來 那就是 涼了之後 放冰箱 連那個 筍子水 一起 一起放 因為你 如果說 只是 乾乾的筍子下去的話 第一個 冰箱會吸收 灰濕水分 那筍的 口感就不一樣 第二個 你沒有 放那個水下去的話 那個 筍子會黏 醬筍味道好香 兩天過 筍子就會黏黏的 所以說 那個 口感 所以說 你黏水 下去 一起冰 大概可以吃個 三五 那一檔 就是 大概是我們的製作過程 那我們現在就是說 每一桌 我們發給 一檔 一檔